阿飲料喝什麼? 國人最愛喝的就是 不會吃蜜嗎?我的天 嗨大家好!想去的Tara 嗨我是Haven 我在韓國住了一年之後 發現韓國的生活習慣跟台灣真的很不一樣 而且有一些是會對台灣遊客造成困擾的 像我剛去的時候覺得沒有早餐店 這件事真的太難過了 這段時間我早在裡面哭了三天三夜 真的! 真的就很想吃美兒美跟紅爺啊 然後啊我還發現 他們真的愛喝冰水 而且連冬天也一樣 听你说起来就觉得跟台湾真的差蛮多的 可能对于第一次去韩国游客一定会有点不习惯 今天我们今天就跟着黑文来看 台湾跟韩国到底有哪些差别吧 我觉得旅行的时候 品尝当地美食真的很重要 因为那才是最道地的味道 刚刚我们有说到韩国没有早餐店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习惯在家里吃 然后都会吃什么汤饭或者是大酱汤 这都是有饭而且很饱的那种 这样的观光客去的话早餐可以吃什么啊 最多人就是会去便利商店跟台湾一样 最多又最好找 其实他们吐司很有名 像是ISAC或Eggdrop都是很有名的吐司 它吐司是有包东西的吗 就有点像是培根蛋吐司 火腿蛋吐司 可以客制化吗 哎呦不要站起来 哎呦不要美乃滋 我看你应该是很难跟阿姨沟通 你不要美乃滋 我马上想不出来美乃滋英文是什么 这边太晚了嘛 观光客其实很多都住在宏大 那边早上也会去 早餐车也会去卖 可是也一样只有吐司跟饭卷 啊饮料喝什么 咖啡啊 韩国人最爱喝的就是咖啡 不会吃腻吗 我的天 那边的那个店员会教你美女吗 台湾的店员嘴巴比较甜 美女今天早餐吃什么 我觉得第二个差异很大 就是韩国几乎都喝冰水 你如果去餐厅里面 阿姨就会来招呼你 我就会附上一壶冰水 可是台湾女生通常都会想要喝温水 所以我朋友去找我的时候 他们都会先装好放着 如果他去饮料店 他是可以去冰的吗 台式饮料店越开越多 这种就一定可以 在韩国有点很奇怪 是你如果在那边点去冰 饮料绝对不会装满 大家不要亚裔 因为一开始我们拿到的时候想说 大家我觉得真的有点被台湾宠坏了 台湾很多那种就是连锁咖啡 你去冰他还帮你补牛奶补满 可是那我们为什么那么爱喝冰的啊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是因为韩国人太爱吃辣了 喝冰的可以解辣 我发现好像日韩都蛮喜欢喝冰的对不对 日本我听过的说法不一样 我听过的说法是 日本人觉得以前冰块是很稀有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来你喝冰水 是代表你是贵客 哇 对所以他们招待客人的话都是喝冰水 好酷喔 所以我听到日本是这样 但这边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因为韩国真的是又吃辣又喝咖啡又喝冰的 如果去旅行的时候建议要带胃肠药 又辣然后又冰的会在那边嚼 但是辣是很辣的那种 对台湾人来讲我觉得就算他们不辣 我们台湾应该也有种辣 哇 因为有时候我会问阿姨说 我就说不要辣不要辣 阿姨就说好好给你不辣 我吃还是会辣 就阿姨骗我 对 阿姨你不是说不辣吗 阿姨就说不辣啊不辣啊这样 就是我们对辣的认知有点不一样 刚刚有讲到韩国很爱喝咖啡 所以在他们超商里面 我们真的找不到茶类 这点真的也很困扰 你可以找到果汁啊 然后可乐那一种汽水 可是真的没有台湾的红茶绿茶乌龙茶 那你家都韩国人都喝什么 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 我就只能喝咖啡 没有啊就是朋友喝我就喝个一两口的那种 大家知道他们咖啡是卖黑咖啡吗 还是哪里 没有就很多种类都有 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所以后来我朋友去找我 我就会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带 或是可以泡的那种 嗯 冲泡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 生活上会遇到的差异 我们要延续刚刚咖啡的话题 在韩国的星巴克 是不使用现金交易的 可是完全吗 对 因为韩国其实是对于 信用卡支付这种很方便的国家 我之前住在韩国 是不会带现金出门的 就算路边的小吃坛 也都可以用卡片来解决 那这样子观光课 去星巴克要怎么结 因为我们不会有当地的信用卡 去韩国一定会买题吗 很像台湾悠游卡 所以你也一样可以存钱在里面 就可以用那个买 韩国真很爱使用卷筒卫生纸 他们没有出取式的 出取式会卖的比卷筒还要贵 然后他们是餐厅也会用 你就会觉得也很奇怪 因为他们像喬前之席的时候 也都会送这个 他会觉得有一种祝福屋主 好事会一直发生 一直不间断的意思 我们上厕所的时候要密码 但你好像觉得还好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使用者付费这件事情很合理 台湾人其实真的都很善良 你有需求他们都会让你去 可是有时候就会导致说 那边的员工会非常的忙碌 跟大家说的是 他们都会把密码印在那个收据单子上面 通常都在最下面 要不然就在最上面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密码 又不知道要怎么跟店员问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一下手据上面有没有写 韩国真的要一直走 去那里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地铁站很大 所以有时候需要转车 你就要走好久好久 走到有人厌制 想说怎么还没到 我是走到下一站了吗 他们有很多的出口 但不一定每个出口都有收服梯 所以我真的强烈建议观光客 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查好要从哪个出口出来 要不然如果你要拿着那些行李 扛上去你真的会崩溃 想说我再也不要来韩国 我觉得这是因为韩国地形的关系 他们70%都是山地跟丘陵 所以楼梯就会很多 或者是路很不平 我之前去福山玩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168阶梯很有名 你看这个 有点看不到最后一阶在哪里 他真的太高了 他这边是他山上跟山下 唯一的出入口 欸 这扛行李走会哭欸 所以住在那边的人 以前每天都这样走 后来比较好 因为我去玩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设置这个单轨电梯 这是说实拍的 好酷 很长欸 什么意思 它是有点像一台车 单轨电车 然后你就进去 那电车不能太多人 大概8到10个人而已 然后它是一直这样子上去下来 这是为了要体恤老人家 因为那边真的大部分都是长辈住 好酷喔 那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交通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韩国地铁坐过站 真的很麻烦 因为他们的地铁太早就坐了 所以那时候的设计 真的不是那么人性化 所以你就有可能要出站 再进站 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坐过站 你就是去那个出口的地方 按那个服务邻请 服务员来帮你开门 然后你再去对面 再进去 再来第二点就是韩国公车 现在是不能带饮料上车的 有擦吸管那种手摇背 你如果只是拿着也不能上车 它原则就是像保特瓶那种就可以 就你可以把它缩紧 放好放在自己包包里 就是怕你溢出来了 因为我就有遇过司机叫我 把那个饮料丢掉 我怕说我才喝几口而已 好浪费喔 再来第三点 是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 不合理 就是在韩国的不爱做 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做 因为韩国是一个很强调备份的国家 韩国的阿姨叔叔们 就是有一点难沟通 他只要看到年轻人坐在上面 通常都会请你起来 好啦没有请你起来 通常会叫你起来 没有这么的唯一 今天台湾和韩国的习惯差异 就分享到这边咯 希望对大家以后去韩国旅行时 有一点帮助 中天财经频道与全同行 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对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积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比加了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新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采定频道 张晓婷和您与千同行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最热门的新车常鲜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头中大车一点 猪猪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全球政经周报 二月中榜登场 知名经济学家 留美学者 国内智库专家 对您聚焦全球大事 这一次跟避险经济对坐 所以让他们大赔 关注美中台关系 大陆的军事力量 要开始突破美国的奉索 地方或是民众 不同意美猪或莱猪的进口 其实是增加政府的谈判筹码 掌握世界整理经济趋势 我比较担心的是 大陆跟美国 他们所采取的两个政策 就先要处理日本核实的问题 对吧 你核实不处理的话 日本绝对不会 把同意要跟我们谈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 正式上线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谢谢大家